先赞后看养成习惯 你一定没有过我这样的大学经历 玩大冒险输了后 给我的导师发了一条不堪入目的短信 本以为我的学生生涯到此结束 当我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当坠序 迎娶隔壁村的王老太太时 女神导师却一脚踹开了我的宿舍门 怎么 打算落荒而逃 不对我负责了吗 我心中思索 我去就发条短信 付个毛线走 别耽误我回家入职继承医生 还没等我开口 这女人便丢了一串钥匙给我 这是我学校附近几套房的钥匙 要么每天早上给我送早餐 要么每天晚上跟我翻云覆雨 自己选 我惊了 这还是那个平日高冷才冒双全 全校男师生倾慕的天才学术少女吗 纵使我对王老太太有万般不舍 此刻也只好委屈求全 昨晚是我的生日 也是我母胎单身二十周年 争寝室的兄弟为了庆祝 决定一起出去嗨一嗨 于是我们在酒吧玩到了凌晨 老三建议玩点刺激的 于是我们用酒瓶转圈 选中的人必须大冒险 毫无悬念 玩游戏从来没有赢过的倒霉孩子 被选中了 老大说大冒险就是选一个微信好友 发一条暧昧信息 我当时已经醉得不行了 没听太清楚 迷迷糊糊地把手机交了出去 于是他们随机选中对象 发完信息后又玩了两遍 后面的事都完全不记得 等我醒来时 已经是第二天中午 还好是周末 不用上课 我摸出手机一看 手机的置顶位置 赫然出现着刘老师的消息 我点进去以后 一股寒气从脚底直窜到天灵盖 我麻了 是谁给我的狗胆 竟然敢给那位受万人追捧 全校偶像的刘教授发这样的信息 想你的每个夜晚都无法入眠 我贪恋你的每一丝气息 我喜欢你 我对柳如烟一直有贼心 但没贼胆 于是我赶紧上知乎提问 不小心发了表白信息给老师 应该怎么办 在线跪球 想了半天 我心生一计 要发疯就疯得彻底好了 发完风再把柳如烟拉黑 假装自己被盗号 于是我回复柳如烟 为我200 我给你一场甜甜的恋爱 我焦急如焚的等待 不一会手机上传来了 200元到账的提示 转账备注写着 甜甜的恋爱有多甜 寒气瞬间从天灵盖又窜回了脚底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对方忽然发来语音请求 我手机都差点下掉 真是暴击三连 我飞快打字回复 感冒了 嗓子说不出话来 过了好一会 那边才回复说 纪博长 你骗我 语音申请再次响起 吓得我一个机灵 直接把他拉黑了 周一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课 第一节课就是柳如烟的 我只能选个最角落的位置 把存在感降到最低 柳如烟一如既往的穿着白色连衣裙 微卷的头发盖不住那双俏皮的眼眸 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着个性和时尚 如果不是这所学校的人 恐怕会将他误认为娱乐圈的人气偶像 一整堂课 我没听进去多少 老大安慰道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柳教授可是的你言 揪声导师 老二递了一杯果汁给我 说到你对柳教授那点小心思 可能不知道 老三点头附和 对对对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说梦话都在喊柳教授 我默默扣爪 我对柳如烟的心思这么明显吗 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会说梦话喊柳如烟 而且我在梦里都是暴露本性 直接声扑他 还叫什么柳教授 直接喊如烟小野猫啊 刚刚吃完饭 就接到学姐林雪儿的电话 柳教授让我们下午两点去工作室 有课题要安排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活到工作的时候 学姐还没到 我亲爱的林雪儿大学姐 你再不来 你可爱的学弟我就要没了 这回工作室里只有柳如烟和我 如果是在之前 我肯定会高兴地飞起 可这是在我发了放荡的信息以后 我只能正坐在工位上瑟瑟发抖 高跟鞋的声音 游远极静地响起来 头顶传来柳教授清冷的声音 纪博昌来下办公室 该来的总会来的 我跟个绵羊似的 随着柳如烟走进办公室 在脑海里 各种模拟被柳如烟质问的射死场面 而她站在原地 目光幽深地看着我 直到我脸颊发烫 她才递给我一叠文件 整理一下 等下开会要用 开完会 柳如烟面无表情地给我们布置课题 期间我偷偷地瞄了她一眼 跟往常没有任何变化 我心里竟然有那么一丝的失落 一张人气偶像的容颜 一头亮丽的卷发 妥妥的女神形象 而且还是年纪轻轻的天才教授 纪国长 我等一下把这次 课题的相关资料发你微信啊 师姐林雪儿记录着注意事项 碰了一下我的手臂 提醒我不要发呆 我赶紧抓住机会表演微信被盗 一定要让柳如烟相信 这样才能维持在她面前 假装的乖乖仔形象 师姐 我微信被盗号了 还在申诉 你别发微信 发我QQ号吧 说完我偷偷瞄了一眼柳如烟 她面色如常 我暗自祈求她会相信我刚才的鬼话 周末那个乱发表白信息的人 绝对不是她 等她交代完事情 我心虚地回了座位 磨蹭了一会 才重新添加了她的微信好友 柳如烟很快就通过了好友请求 我虚心假意地发了个信息 不好意思柳教授 我周末的时候微信号被盗了 所有好友都被删除了 过了一会 那边回复 你觉得我信吗 我去白瞎了我的眼睛 我硬着头皮输入一行字 是啊 我去思考该怎么解释的时候 那边又发来了一条信息 不过我相信季同学 谢谢刘老师相信我 柳如烟接着说 所以发表白信息给我的是你吗 什么表白信息 天下道号的居然用我为做这种事 我发誓 我已经贡献出了我毕生最好的眼睛 但似乎效果不太好 没想到 我第一次的人生滑铁如居然在这 一整个下午 我都没办法好好做事情 满脑子收拾以后该怎么办 实在想不出办法 我只能百万管她的死 不承认就好了 只要脸皮厚眼级高 我就不信她能拿我怎么样 实在不行 还有王老太太 快到打卡时间 柳如烟在群里发了一个紧急任务 是一个小课题 但是需要出差几天 以往都是夏师兄陪柳如烟去的 结果 这次夏师兄说约好了 明天要和林雪儿一起拍结婚照 所以陪柳教授出差的光荣任务 毫无悬念地落到了我身上 临走的时候 林雪儿还给我一个鼓励的眼神 师姐 你不知道我不能跟柳教授独属的吗 出人命的呀 回宿舍后 我在老大几人的注目里下 收拾好了出差用的换洗衣物和洗漱用品 东西拿完了 老大扫了眼我的行李 你这么快就跟柳教授二人世界了 老二吃着薯片见兮兮的笑 闭嘴吧 我都要丑死了 你还笑 老三神神秘秘的 往我箱子里塞了一个小盒子 说我一定会用得上 我时间来不及了 也没注意是什么 暗示已经是半夜了 对接公司的负责人来机场接的我 把我们安顿好就告别了 等到了酒店 我倒头就睡 接下来的两天忙得脚步沾地 连吃饭的时间都需要挤一挤才能有 柳如烟比我更忙 却完全没有我的劈探 我真的怀疑 他是不是偷偷吃了什么药 一连忙了几天 我跟个陀螺一样 陪在柳如烟身后转来转去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要跟他一起出差 第五天我们终于忙完 合作方要开庆公宴 邀请我和柳如烟去参加 本以为柳如烟会拒绝 没想到他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他在这种场合里收放自如 简直是全场的焦点 席间合作方的负责人 胖富婆蔡公主总各种劝我喝酒 我那点甜一口的酒量我心里清楚 借口说酒精过敏 没事就一杯 喝了难受的话 姐姐给你买过敏药 蔡公主色眯眯地想来挽我的手 笑得很是猥琐 那大冰脸不知道打了几公斤的粉 好恶心好油腻 看到蔡公主凑过来 我下意识地往柳如烟身后躲 还好柳如烟配合 故作轻易地挽住我的手 举杯跟蔡公主碰了一下 蔡总 我的爱徒比较胆小 您别吓着她了 蔡公主神色暧昧地看了柳如烟和我一眼 是吗 柳教授 这话可不许乱说的 我哪里是在吓她呀 蔡公主的笑容里带着探究和算计 看来这个胖女人是铁了心 要跟我过不去了 柳如烟笑得很谦逊有理 她胆子的确很小 动不动就激动 您逗哭了 等下床上受难的可就是我了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 柳如烟在暗示我和她有特殊关系 让蔡公主别乱打主意 明白了话里的含义 我的脸瞬间从脖子红到耳根 她看着我倾笑出声 这不 脸都红成这样啊 说吧 柳如烟轻易地伸手 撩开了我胳头的发 深情地看着我 蔡公主在一旁 像个几千瓦的大灯泡 自觉无趣 跟柳如烟又喝了一杯 便走开了 剩下我和柳如烟 气氛变得有些尴尬 她似乎觉察到了我的不自在 开口解释 不好意思 刚才怕她纠缠悬疑之际 不知道为什么 她这样解释以后 我反而觉得有些生气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的气从哪里来 估计是这几天加班太累了 明知道她那样说是在保护我 但却不想听她解释 我不会真的喜欢上她了吧 对啊 我好像一直都很喜欢她 从第一次见到她 我就醒了 柳如烟也许不知道 我是因为喜欢她才想要考研的 因为我想有名正言顺 离她更近一点的理由 做她的学生 可以跟她朝夕相处 可是真的做了她的学生 我却害怕了 师生恋本来就不容易被世人接受 她那么耀眼 那么优秀 如果因为我被别人指指点点 我会很难过的 所以我将那份喜欢 偷偷藏在了心底 她站在一众人中间从容交谈 柳如烟仿佛天生有种魔力 能成为全场的焦点 宴会结束 柳如烟喝了不少酒 她带着些醉意的已在沙发上 双眼迷离地看着我 像个诱惑人的妖精 采公主见状 一脸暧昧地叮嘱我 一定要将她扶回房间 然后才告辞 我扶着柳如烟回房间 不知道为何感觉特别沉 刚到门口 我就体力不支摔倒在地 她也重心不稳地跟着倒下来 那张美艳绝伦的脸竟在咫尺 我听到了我杂乱无章的心跳声 一下一下地敲在心弦上 好想偷偷亲一下 我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 赶紧爬起身将柳如烟扶起来 费了好大力气 才终于把她弄好 她白皙的脸 早就染上了迷醉的酒后潮红 暖黄的灯光映照在她脸上 扣子被扯开 露出了她光滑白皙的锁骨 我拉来被子帮她盖上 却被她一脚踢开 因为她的动作 她的衣服变得更加松垮 只看一眼就让人面红耳赤 不得不说这女人真是上帝的宠儿 长得那么好看不说 身材居然也这么好 我强忍着扑上去的冲动 最后只偷偷地摸了一下她的脸 紧缠趁她还醉着 赶紧逃跑吧 我不知道的是 等我离开后 装醉的女人神色怅然地坐起身 真是傻小子 给了机会都不知道把握 又色又耸说的就是我 一回学校 我就收到了室友们的热情接待 老二一脸婴母笑地错过来 殷切地帮我收拾行李 无视献殷勤 飞奸击到 我一见到她过来 就条件反射地躲到一旁 没想到这次 她根本不打算放过我 纪博昌 你跟柳教授去出差都干嘛了 我正洗完早穿衣服 老二的尖叫声在外面响起 我吓得一个哆嗦 不会吧 老二这么厉害的吗 居然连我偷摸柳如烟的事都知道 莫不是在我身上安了监控 刚打开浴室门准备开口狡辩 老二一个剑步冲过来 把我拽到了老大老三的面前 他们这是要审判我 三人对我怒目而视 我在他们的注视下不知所措 说吧 这东西怎么还在 老大坐在正中 手里拿着出差前 老三塞我行李箱里的小包 我都没打开看过 怎么用 想到他们也是一片好心 我软下声音说 我忘了用吗 老三一听两眼发光 脸红着拉住我 小声说 你们那个居然不带 听完我差点吐血身亡 这里面居然是 杜某 我征服了你们这几个宅男 能对柳如烟有信念 绝不是我一个人的错 你们三个功不可没 瞧瞧这一天天的 给我灌输的都是些什么思想 在几人的追问下 我不得已把偷摸了柳如烟的事 给供了出来 遭到了他们的集体鄙视 纪博长 你以后别说是302的人 丢脸 本以为他们是鄙视我趁 柳如烟喝醉偷摸的四郎行为 没想到他们是比试我 没有跟柳如烟酒后乱性 老大甚至恨铁不成钢的 借给了我一本恋爱秘籍 回到工作室 我跟林雪儿 正在工作室里刻瓜子聊天 他神神秘秘地说 晚上带我赶上伙食 我贼嘻嘻地笑着点头说好 正盘算着晚上吃什么 柳如烟走来 抬眸看了我一眼 然后问林雪儿 下名折接的单子做好了 林雪儿尴尬地点头称是 虽然柳教授不反对学生皆私活 但终归是不太好 下班以后让他请客 柳如烟扔下这句话 留下了背影 留给我和林雪儿俩面面相去 林雪儿捂住胸口松了一大口气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柳教授生气了呢 结果只是让请客对了纪博掌 你想吃什么 我都可以最后聚餐选的火锅 我们去的时候有些晚 只剩下了几个卡座 林雪儿和下名折是情侣 自然地选了同一边入座 没办法 我只好硬着头皮 挨着柳如烟一起做 说起来我在柳如烟手下待了快一年 这还是他第一次跟我们聚餐 以往每次叫他他都不会来 所以后面聚餐 我们都自动屏蔽柳教授 这顿饭吃得很开心 主要是柳教授的眼 真的太好客了 怎么补我顺着他的视线 为了庆祝夏明哲独立完成单子 我们还喝了些酒 一直到十二点多才结束 宿舍早已经过了门禁时间 本打算去学校旁边的酒店将就一下 然后发现没带身份证 林雪儿看出了我的窘迫 提议到 师弟 要不去我们那住一晚吧 我肯定是不能去的 林雪儿跟夏明哲住的是一居室 我去了就成了一千瓦的大灯泡 教室公寓没有门禁 你去我那住 柳如燕估计也是考虑到了这点 递了穿钥匙给我 学校给他配了公寓 但他几乎从没有住过 住柳教授那里 我怕我控制不住呀 毕竟我满脑子的血液都在沸腾 我正犹豫要不要接过去 柳如燕直接把钥匙塞进了我怀里 然后打车走了 你还没告诉我是几楼几号啊 到了教室公寓楼下 我接到柳如燕的语音通话 纪国长 你到了吗 低雅性感的嗓音里带着些酒意 跟那晚的声音很像 但又有些不一样 我感觉我被聊到了 真的太没骨气了 就这么个声音都能让我口干舌燥 我房间号是1102号 自己上去 那边传来嘻嘻沙沙的声响 好像在脱衣服 想到这 我脸疼的一下又红了 到了11楼 开门进去 灯竟然开着 我吓了一跳 赶紧退出来 确认了一下门派号 才又进去 刚换好鞋 柳如燕穿着浴袍 用毛巾擦着头发 就从浴室出来 柳教授美色当前 我却没心思乱想 我去 谁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柳如燕 隐瞒他不住教室公寓 你睡卧室 我睡沙发 柳如燕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犹豫 我磨磨蹭蹭地往卧室走 要不还是我睡沙发吧 他看着我 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哪有老师让学生睡沙发的道理 卧室里放了一个购物袋 里面是一些洗漱用品 和一件新的真思睡衣 连吊牌都没拆 往下翻 他居然还给我准备了换洗的那一裤 我感觉我现在的脸红的都要低血了 等我洗完澡出来 柳如燕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 九月的天气有一点凉意 客厅的窗户开着 我怕柳教授睡客厅会感冒 小心翼地走去关窗户 窗前有一盘花架 上面摆着一些植物 正好挡住了我 我点着脚去关窗户 结果不小心头碰到了玻璃 不得不承认 我身高要是能再高一些就好了 我忽然感慨到 忽然一股女性的气息自背后袭来 后背传来柳如燕的笑声 他抬头扫了我一眼 该不补了身高 怎么补 我顺着他的视线 看到了他微张的领口 他怀疑我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但他没证据 然后他就这样将我的腰整个还住 确保我在凳子上不会摔倒 我伸出手去关窗户 很轻松地就关上了 这动作暧昧到了极点 他的头发还没干透 他的头紧贴着我的后背 甚至我都感受到了他的体温 我僵硬地愣在原地不敢动 声派一动就会碰到他 太诱惑了 就在我快要被这种暧昧氛围 弄得窒息的时候 他声音微雅地说了句早些睡 晚安 然后转身躺回了沙发 这一夜 我躺在充满柳如燕气息的大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这味道太容易让人浮想连篇了 没有意外的 这一晚我又梦见了柳如燕 第二天早上六点 我就起床了 捏手捏脚地洗漱好 悄悄收拾东西出了教室公寓 我也不想早起 实在是怕被人看到误会 学生从老师的公寓里出来 虽然啥都没做 也会让人浮想连篇 我戴着口罩刚到教室公寓的门口 就被人发现了 莫非定律这玩意儿 这不是纪博掌吗 顶着一头黄色夸张发型的孟江 从身后跑过来 拉住我 完了 这小子跟我有点过节 而且跟柳如燕有关 柳如燕很少带研究生 这一次是学校方面下了死命令必须带 他才选了一个 林雪儿和夏明哲是博士 只有我是个小研究生 孟江考了第二 面试的时候 柳如燕选了第三的我 第一名那个同学 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来 从此孟江就恨上了我 我摘下口罩 回头笑着看他 用更大的声音回应孟江呀 你这么早就来教室公寓找导师啊 他的导师是四十多岁 就地中海的校教授 长了个啤酒度 非常有辨识度 你管我 他没好气地撇了我一眼就走了 到宿舍后 我看了看睡衣的吊牌 柳如燕买的衣物价格不菲 我肉痛地把钱转过去 却被他退回了 回复道 你买的早餐味道不错 衣服的钱不用给了 记得以后每天给我买早餐 所以我这时是成为柳如燕的外卖专员了 怎么 不愿意吗 我连忙回复说 能为老师买早餐 是我的荣幸 只见手机上收到两个字 需要 难道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周末我正在寝室睡懒觉 柳如燕的电话把我吵醒 季国长 我的早餐呢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刚睡醒的慵懒 我去 周末也要买吗 自从开始给柳如燕送早餐 就没睡过一天懒觉 笨 想试你 她停顿了一下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我吓得一个机灵 差点手机没拿稳 买的早餐送到军玉 她绝对是故意的 军玉是柳如燕的房产之一 给她送早餐这段时间 我已经有了她四套房子的钥匙 或者密码了 买好早餐送过去 柳如燕居然还没起来 我压着火气 敲她卧室的门 刘老师 早餐买好了 里面没人硬 我握住把授准备开门 门忽然从里面打开 我没意识站住 被拉了进去 直直地扑到了柳如燕怀里 她一个转身 顺势把我抵到了墙上 纪国长 你这样头怀送抱很危险 她的手被我抓住 举过头顶 压在了两边 合着 这下我一个男的被反向壁东了 门 那张近乎完美的脸凑过来 她是真的好看 皮肤细腻的看不到毛孔 面部线条近乎完美 如果要亲我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她轻笑了一声 放开我 你在幻想什么 被说重心事 我瞪了她一眼 然后关门 换鞋 开门 动作一气呵成 打开门 外面站着物业 说这栋楼发现三例传染病 良性 整栋楼的住户都必须居家隔离 没等我开口 物业碰的一声把门关上 留下一脸猛逼的我 以及可以在卧室门边吃瓜的柳如烟 室友听说我被隔离 开心地飞起 毫不犹豫地把我的东西全部打包 拜托社区的人送了进来 于是我被迫开始了和导师的同居生活 同居第一天 我看着室友们给我打包的衣物 差点哭晕在卧室 不是皮鞭就是手铐道具 这都是一群什么损友 这些玩意完全不符合我平时 在柳如烟面前的少男形象 最无语的是这几个宅男 还在群里问对他们的助攻满不满意 当我把快递放进卧室走出来后 柳如烟正在烤面包 我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晚上我妈突然给我发视频 我正在和柳如烟加班 不要想歪了 是正经加班的加班 我妈好像误会了 国长 交女朋友了吗 母亲大人看到坐在旁边的柳如烟 非常兴奋 没有 这是我的导师刘老师 我急忙解释 什么 你跟你的导师谈恋爱了 母亲大人 您能不能好好听我说话 不是不是 我跟刘老师在加班 不是谈恋爱 杀 你们在加班 母亲大人终于听清了 我很欣慰 年轻人还是要节制一点 我妈业余地补充了一句 老妈的这句话让我很崩溃 她完全没听清我说的啥 还脑补了少儿不移的剧情 我白手解释 结果手机被一旁的柳如烟拿了过去 好的 阿姨 我们会注意的 这家伙不解释就算了 还火上浇油 我抢过电话对我妈说 妈 我忙完了再给你回视频挂完电话 我看向柳如烟 她正忙着手里的工作 脸上没有一丝一样 仿佛刚才火上浇油的人根本不存在 感觉到我的视线 她波澜不惊地回头 好好工作我意识欲色 想要质问她 为什么不跟我妈解释的话 竟然问不出口 纪博长 你可真粗 我暗暗笔设自己一番 最后还是没敢问 这段时间因为隔离 工作不太好开展 严重耽误了我跟柳如烟 一连几个晚上都在加班 熬到十二点多 我洗完澡关灯正准备睡觉 柳如烟敲门说 有个细节还要讨论一下 我妈妈咧咧地从床上爬起来 陪她继续工作 一直忙到深夜 我实在困得不行 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 发现一只羞肠 纤细的手臂搭在我的腰上 旁边竟然睡着柳如烟 我吓得直接翻身下床 刘老师 我会负责的 我坐在地毯上 咽了咽口水 看着慢慢悠悠醒来的柳如烟 语无伦次 柳如烟的睡衣 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 整个肩膀都露出来了 听到这话 她趴在床员 玩味地盯着我笑 我俩都穿着衣服呢 你在胡思乱想什么 还是说你对我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低头一看 衣服果然还在身上 没 没 没 怎么会呢 我笑了两声 也是尴尬 纪博长 你一点都不诚实 柳如烟谋色为暗说道 伸手恶狠狠地捏住我的下巴 还有多久才能解放 天天面对柳如烟这样的撩搏 真的很容易犯错 加上我妈已经完全误会 时不时来个电话视频未问 我感觉我要崩溃了 和柳如烟被迫同居的第七天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跟柳如烟住在一起 天天欣赏女神受到了刺激 托着沉重的身体去厨房倒水喝 全身酸疼得要命 身体的热度烤得我快要流眼泪 纪博长 你怎么了 柳如烟被我倒水的动静吵醒 睡眼惺忪地过来看我 脸颊泛红 眼里阴阴着水雾 他抬手摸了下我额头 冰凉的触感让我得到了一丝缓解 我双手抓住他的手 完全不想放开他 乖 先放手 我给你量个体温 他的声音异常温柔 我烧得已经有些意识模糊了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 哭唧唧地抱住他的腰死活不放 无奈 柳如烟只好扶我到沙发上 用电子温度计量了体温 40.6度贴了退烧贴在额头 然后柳如烟又给我拿了冰块降温 我还是觉得热 意识越来越模糊 柳老师都不叫了 直接喊柳如烟 柳如烟 我好热 好难受 我红着脸 一边哼唧唧 一边不安分地乱摸 柳如烟猴头发紧 眸色幽暗地盯着双颊飞红的我 低声骂道 真实的难搞的小鬼头 然后附上我的唇 一瞬间的冰凉带来的酥麻感 直窜炉顶 灼热的人舍不得放开来之不易的冰凉 第二天早上 我醒来的时候 烧已经退了 柳如烟正在厨房煮粥 不多睡会儿 他见我起床 在我的额头上试了下温度 低声问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后退了一小步 想到自己昨晚做的事 满脸通红 他转身回厨房 我看着他的声音想了想 决定装傻 柳老师 我昨晚稍糊涂了 没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吧 强文我算吗 他走近我 认真地思索了一下回答 我 我想都没想红着脸小声回对 我只是乱目而已 明明是你先亲的 柳如烟笑的脚下抬手 帮我把额前的发撩开 扶下声问 所以你要对我负责吗 负责 怎么负 见我愣声不答话 他沉默不再看我 侧身从我身旁走开了 这是生气了吗 我没有说不负责呀 再给我一个机会行不行 显然 柳如烟没打算给我机会 脸庞上写着生人物尽 冷酷地让我怀疑人生 我一直以为自己已经够死了 没想到还是柳如烟技高一筹 早上社区的人来送物资 问我们另外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柳如烟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需要几何 杜某斯 我在社区人员暧昧的眼神注视下 关了门差点没心分而死 呸 什么神特么的校园偶像 女神明明就是个女色批 晚上洗完澡 我把柳如烟白天布置的任务完成后 终于有时间在客厅玩下游戏 她端着两杯红酒过来 要来一杯吗 柳如烟递了一杯给我 我正在推她 来不及抬头 随口说了句谢谢 就接过杯子喝了一大口 这酒多少度的 比我想象中的烈 喝太猛被呛到我抱怨到 她俯下身压向我 能醉人的度数 说完直接向我俯身下来 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肩膀 柳如烟 你放开我 我是你学生 学生又怎样 她问道 天知道我有多爱你 她的声音带着情谊 薄唇附上了我的眼角 我被她的话震惊了 柳如烟说爱我 所以有邪念 原来不止我一个 满是英明 春光无限 翻云覆雨 直至天亮 这次 要不要负责 柳如烟已在床头 全身凹凸的线条 清晰可见 上面还有我留下的草莓 我负责 刘老师 我负责 回想起昨天晚上 我被她压制着求饶的样子 我狗腿地回答 谁能想到 平日高冷清纯的柳如烟 那方面竟是如此的强烈 似乎是对我的称呼 有些不满 柳如烟眼睛微眯 带着些危险 俯身过来 像昨晚那样叫我 她眼角微跳 遇得不行 可柳如烟被迫同聚了半个月 终于等到解放的消息 我哼着小娶儿收拾衣服 从头到脚 连头发丝都透露着重祸自由的雨 柳如烟已在门边 双手还胸 眼睛微眯 像只优雅的白猫 结束同聚生活 你看起来很愉快 糟糕 得意忘形了 我忘了柳如烟还在 这种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 要表现得难过一点才行 我这是抢颜欢笑 一想到要跟你分开 我就难过得想吐 柳如烟丝毫不为所动 在一起这段时间 她已经习惯了我的不正经 别收拾了 纪博长 我们在一起吧 她说得很认真 但是我却怕 名义上她是我的导师 我喜欢她 所以不想那些风言风语影响她 我沉默了 见我不答话 她有些微怒 修长纤细的手捏住了我的下巴 又不想扶她的手上 没有用力 我并不感觉疼 反而因她喷洒在我脸上的热气 而感到暧昧 我睁开她的手 我是担心 担心什么 她倾笑 毫不在意 我小声说着 不敢指示她 你是我的导师柳如烟 笑容更甚 你给我发暧昧信息的时候 没想过害怕 我那是被盗号了 我失口否认 她将我再次压回床上 不诚实的男人是要被惩罚的 又是90分钟的翻云覆雨 最终 我俩达成共识 在一起 公开 有效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只有我单方面觉得会有麻烦 柳如烟不以为然 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回到宿舍后 几个宅男被我严刑拷打 我终于交代了 和柳如烟确定关系的事情 这是除了寝室里的兄弟 其他人都不知道 对了 还有我妈 自从上次给我发视频 看到柳如烟以后 就误会了 当然 我后面给她解释过很多次 也不知道她信了没 跟柳如烟交往以后 我的生活并没有预想中的 恋爱酸臭味 人前该被批评 还是得被批评 该送早餐 公开吧 公开就可以享受到 完美女友全方位的顶级服务 我誓死不从 结果在我第三次在教室 宿舍楼下碰到梦江以后 学校论坛瘫痪了 据说有人匿名爆料 某人勾引柳教授 才获得了他的研究生名额 还附上了我在宿舍 看导国小片的照片 论坛里全是骂我的声音 连带的还骂了柳如烟 有感叹柳如烟眼光不好 有大呼失望要脱粉的 还有月月浴室 想要效仿我勾引柳如烟的 不得不感叹 网友的神通广大 我的信息很快被扒出来 包括身高 体重 家庭住址 甚至我夜宵要吃妖子 他们都知道 最离谱的是 连设友的前女友也没幸免 无奈 这借网友整人的花样 层出不穷 有到宿舍楼下读我的 有给我写诅咒信的 有给我送小白花的 还有给我介绍夫婆的 都是些什么奇葩操作 我终于体会到了柳如烟的 百万活粉有多大的杀伤力 还好我的脸皮 比一般人的厚 丝毫不为所动 该上课上课 该睡觉睡觉 老的寝室里的人 以为我故作坚强 纷纷抹泪安慰 柳如烟来找我的时候 我还在宿舍啃鸡腿 老大他们过来抢了我的鸡腿 让我赶紧下去 我看着剩下的半个鸡腿 抹了八嘴 忧愿地下了楼 见到我 柳如烟没说话 只是挽住我的手 靠在我的肩膀上 完全不顾周围吃瓜群众的眼 我背抱得有点猛 等反应过来 他已经松开手 认真地帮我整理 夹便的头发 刚吃了鸡腿 他在我耳边低声笑起来 热气喷洒到脖子上 痒酥酥的 你怎么来了 我瞬间脸红 柳如烟太能聊了 论坛上的事 我会处理好的 别担心他见我不说话 捏了捏我的脸 其实我一点都不担心 柳如烟的确雷厉风行 告别后回到宿舍 老大兴冲冲地 跑过来拉住让我看 论坛有个叫秦若曦的人 写了一篇小作文 实锤梦江 原来当初柳如烟选我的确是有黑幕的 入围的三人 秦若曦是第一 梦江排第二 我在第三 梦江为了能做柳如烟的研究生 暗中找秦若曦 给了他十万 让他缺席柳如烟的面试 选择其他导师 秦若曦还晒了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 柳如烟选我 纯粹是因为不想 梦江这种不择手段的人 做他的学生 所以面试的时候 蹲点拍的 真相大白 网友们纷纷倒戈 就连之前的看小电影的照片 他们都开始硬夸纪博长 努力学习倒国知识 实践出真知 这时候柳如烟也适时地出来发表声明 大致意思是 他知道跟学生 谈恋爱会被一部分人不理解 甚至遭受非议 但是他不后悔跟我在一起 更不是一时兴起 结尾还附上了我和他相拥的照片 就是在宿舍楼下拍的 看着柳如烟春风得意的样子 我甚至怀疑这次爆料 都是柳如烟一手操控的 爆料事件过后 我跟柳如烟明目张胆地谈起了恋爱 借用室友们的原话 完了 他防了女神柳教授 被纪博长污染了 变得太腻歪 看不下去了 我也没想过 柳如烟表面清冷经营 实际上又色又聊 时不时地就要当众撒狗粮 刺激一下单身汪们 面对校领导的各种侧面提醒 也装作听不懂 我行我素 舆论对于他来说 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 柳如烟的行为激怒了孟江 他约我到学校隔壁的咖啡馆 老大劝我不要去 但我想知道 孟江到底想保什么 最后还是去了 到的时候 孟江正看着面前的咖啡出神 我坐下要了杯果汁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我以为你不敢来 孟江嘲笑 为什么不敢 他没有答话 而是自顾自地开始讲故事 我家跟柳如烟家里 有生意上的来往 七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 所以呢 他是我的梦想 为了能够配上他 我学音乐 学法语 去他的学校留学 时刻要求自己 做一个贵族公子 我以为只要能追上他的脚步 他就能多看我一眼 孟江瞪了我一眼 继续回忆 这些只是你单方面的想法 你有问过柳如烟喜欢什么吗 孟江被我的话刺激到 拔高声音吼道 你根本不了解柳如烟的家庭 他们家需要的 是一个在事业上 能帮助他的成龙快许 不是你这样的屌丝 可是你错了 如果柳如烟想要家族事业 就不会选择留校任教 你这么喜欢他 连他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吗 我平静地告诉他 这个写灵灵的事实 他沉默片刻 好像在思考我的话 继国潮 你知道吗 我特别羡慕你 他盯着我 眼里有怨毒的恨 你羡慕我什么 长得好看吗 我没脸没皮地问 孟江被我问得愣住了 随即开口 羡慕你被柳如烟喜欢 我叹气 这没什么好羡慕的 你跟柳如烟生活在一起 就会发现 他跟普通人一样 会放屁 拉屎 说脏话 也许就没那么迷恋他了 对面的孟江一听 身后传来柳如烟的倾向 我当然知道 恰巧我就喜欢他的粗俗 他什么时候来的 前面说的那些都听到 柳如烟问我 我到底哪里不如他 我喜欢了你15年 孟江歇斯底里地指着我质问 柳如烟看着他皱了皱眉 可我根本就不记得 如果不是你今天这么闹 我至今回想不起你是谁 我看到了孟江眼里的光 渐渐地暗淡下去 柳如烟的话对他来说 也许有一些残忍 但是我不至于有圣母心地 去同情他 只是觉得庆幸 我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我 临近年关 我妈打电话给我下了死命令 今年过年把女朋友带回家 要求不高 是个活的就行 看来当初跟他解释 柳如烟不是我女朋友 他信了 可现在柳如烟又是我女朋友 这可真戏剧 直到放假我都没把让柳如烟 陪我回家过年的话说出来 他家的情况 的确像孟江说的那样 不像我们普通人家那么简单 我妈见我没把女朋友带回家 拿着扫帚追了我两条街 刚回家就成了街坊间的名媛 家里有失婚青年的 都拿我当反面教材 于师父劝了我妈足足一个小时 我妈才把我放进家门 早知道我就雇个小姐姐回来了 今年的年夜饭在我家吃 大伯和小叔他们两家都要来 我爸本来说出去订一桌 结果我妈说在家里吃更有气氛 一大早 我就和表妹一起陪我妈去了菜场买菜 中午我妈带着我们包了些饺子 随便吃了 又接着准备晚上的年夜饭 我正在摘菜 表妹拿着手机兴冲冲地跑过来 朝着我姐妹弄眼 哥 有美女找你 结果手机一看 是柳如烟发来的视频请求 这边的背景是花园 我点头在帮忙准备年夜饭 隔着屏幕 她笑了笑 那你忙吗 我看到她身后忙碌的身影 柳如烟也转身看了眼身后的人 然后说道 不忙 我在想你 说柳如烟是疗神 没有人反驳吧 还想说什么 表妹在外面敲门 我只好匆匆挂断了视频 一家人在一起吃年夜饭的好处就是热闹 大伯家的儿子 也就是我表弟带了女朋友回来 我妈和我沈他们就一起拉着人家问东问西的 八卦的小姑娘特别不自在 表弟向我求救 我刚一出生就被我妈无情嘲讽 你自己的事都没整明白呢 一边待着去 我看了我表弟一眼 心想 看吧 我都自身难保 吃完饭 我和表妹正在客厅玩游戏 我妈她们开始把火力集中到我身上 我沈说 国潮啊 过年怎么不带女朋友回家呢 我妈说 就她成天不休蝙蝠的样子 哪里来的女朋友 我呵呵呵点头陪笑 卑微求生 表妹这时候说道 谁说的 我跟女朋友可帅了 我 我妈 包括一旁吃瓜的众人 齐刷刷的看向表妹 这丫头怎么这么火大 我拉了下她的衣袖 暗示她别说了 结果她会错意 为了证明我真的有女朋友 言辞凿凿的大声说 我都看到了 俱美 我真的谢谢你 老妹 于是一家人开始追问女朋友的事 不得不佩服妈妈 被门欺而不舍的精神 直到我把柳如烟供出来 我妈才放过我 笑咪咪的给我削了苹果 国潮啊 你打算什么时候带女朋友回家 你看你表弟都带女朋友回来了 她还比你小半岁 妈 我跟柳如烟才在一起两个多月 就带回家 不合适吧 您不是说谈恋爱要多考察吗 我苦笑 漠不作声地拉开了我和我妈的距离 母亲大人又凑过来 你表弟跟她女朋友才认识一个月 我无语看向吃瓜的表弟 给她一个你死定了的眼神 低头继续接受我妈的教育 在我跟我妈再三保证 明年一定带柳如烟回家之后 我妈才放过我 开心地加入了我审他们凑的排局 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 我摸出手机准备完议会 看到了柳如烟半小时前 发给我的微信留言 国长 发个定位给我 我问道 你要干嘛 那便一直没有回应 犹豫了一下 我还是把家里的定位发过去 这么晚了 柳如烟不可能要过来找我吧 我看了下时间 已经晚上11点了 我家和他家相距五个小时的车程 我家的传统是大年三十晚上 要一起手碎 一般情况都是大人们打麻将看春晚 我跟表弟表妹玩游戏熬到凌晨 在吃点夜宵睡觉 青年表弟带了女朋友回来 我们几个钻到书房里 一边玩游戏一边唠嗑 现在就我们几个人在说话吧 我双手环胸盯着表弟 表妹在一旁帮枪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表弟无奈 心绪地干笑两声 我哥果然年少多知 聪明伶俐 这位是我请来帮我演戏的 我就知道这臭小子 吃完宵夜 我妈他们的排局还没结束 表弟带着日租女友说先回去了 表妹说回家睡 大人们打麻将太吵了 洗漱完躺在床上 我给柳如烟打了电话 她没接 估计是已经睡了 在麻将声中 我进入了梦乡 一觉睡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 我妈他们竟然没有叫我起床 我打着哈欠 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 出了卧室 今天家里有点奇怪 安静地出奇 以往家里这个时候 我妈已经在厨房 热火朝天地做吃的 七大姑八大姨 也已经坐在客厅喝茶聊天了 不对劲 我心里寻思着 等我走到客厅 吓了一跳 这郑静薇做的是我爸妈 这打扮跟个贵妇一样的女人 是我妈妈 这安静如鸡的大伯小叔们 还是我家亲戚吗 太诡异了 我往稍远处的沙发上定睛一看 这沙发上坐着的白色长卷发 穿着一袭白裙和红色高跟鞋的 不是柳如烟是谁 我了个洞 我睡着的这段时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谁能告诉我 表妹一个劲地给我识眼色 我这才反应过来 刚睡醒的这副尊容似乎不 太适合出现在柳如烟面前 无脸光速逃离现场 等我收拾好重新出来 大家正相谈甚欢 柳如烟坐在一众人里 显得特别的金贵耀眼 家里人对他一致好评 就连平时特别挑剔的大伯 也对他赞不举口 我看了一眼 家里堆满了各种礼物 也难怪大家这么满意他 听说柳如烟是大学教授 我爸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接下来听到柳如烟说 他恰好是我的研究生导师的时候 我爸的下巴差点掉地上 还好我们家是比较开明的那种 对于师生恋并没有太反对 只有我妈颇有些担心地问我 会不会对你俩有啥影响 我回答影响还是会有的 比如被同学们嫉妒死了 我妈服了 这傻儿子太丢脸了 秦柳教授给他两个大米多巴 一顿饭下来 我妈和柳如烟差点就好的 可以姐妹相称了 我也是第一次发现 原来他这么能说会道还能喝 所以上次出差喝两小杯就醉 会不会是装的 吃过晚饭 我送他回酒店 到了小剧楼下 柳如烟拉住我的手 认真的看着我 纪博掌 我爱你话音刚落 他的身后的天空 绽放了极绚丽的烟花 平成的姿势既博长 我爱你 紧接着他抬头踮起脚尖 温柔地吻落我威尸的眼眶